对于近期的中美贸易摩擦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经济学家表示 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 有关国家应该避免犯下高代价的政策错误 贸易摩擦问题应该尽快通过协调对话来解决 吉塔·戈皮纳特表示 受到一些不确定性因素影响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今年7月再次下调对2019年和2020年 世界经济增长的预期至3.2%和3.5% 这表明世界经济已经从脆弱时期转向困难时期 全球经济增速降低 经济增速乏力 世界经济下行风险加剧 我们多次强调的最大风险之一就是贸易摩擦 这引发了巨大的不确定性 政策的不确定性 以及中美经贸关系走向的不确定性 吉塔·戈皮纳特警告称 有关国家应该避免犯下高代价的政策错误 包括英国硬托欧和美国的贸易政策 这不仅会影响资本市场的稳定 也会损害世界经济的长期增长 目前已经加征的关税和宣布将实施的关税 将给世界经济带来巨大影响 我们预估2020年全球GDP将下降0.8% 所以很重要的是通过对话协商解决贸易摩擦 缓和紧张撤回加征的关税 实施合理政策 太好了 太好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